大家好,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根据中国央行官网发布的消息 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大家注意这句话,促进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 意思是目前的综合成本非常的高 现在要调降,调降又会造成不稳定 所以说要稳中有降 中共的文章反着看才能正确理解其中的意思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1年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央行说,此次降准的目的是加强跨周期调节 优化金融机构的资金结构,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这些都是废话 最后一句才是重点 更好支持实体经济 意思就是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 那实体经济已经出了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后面我还会讲到 根据中共大外宣多维网的报道 这次降准为全面降准 释放长期资金约1.2万亿人民币 中共写文章一大堆废话 挑出重点部分跟大家分享 重点中的重点就是实体经济不行了 放水1.2万亿 按照正常的经济规律,这样大规模的放水很可能会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 那为什么过去中共的放水通货膨胀的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呢? 因为资金都被少数人装进了自己的口袋 没有流入市场,那自然也就没有造成恶性的通货膨胀 但是对于银行有存款的人来说 造成的结果就是又被割了一波韭菜 那对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来说 真正需要资金周转的中小企业 想要拿到贷款,那是非常困难的 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一套公平的机制 那举个例子对比,咱们就知道了 如果我在新加坡开一间公司 面临到资金周转的一个问题 很简单,根据公司的营收情况 和我个人的资产和收入 以及政府提供的对中小企业有利的这个政策 能够拿到多少贷款,那都是明文规定的 能贷多少就是贷多少 那就算有人想贿赂相关人员 也没有人敢接你的贿赂 恐怕呀,还会被举报坐牢 那在中国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银行负责贷款的人 如果没有得到好处 你想从银行获得贷款比登天都难 那么就算拿到贷款了 去除给相关人员的好处费 剩下来的钱也是杯水车薪 投入到实体经济可能血本无归 那算下来呀,还不如拿着贷款跑路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 1.2万亿的放水 能有多少钱流入到实体经济呢 恐怕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问题的根源处在制度上 制度不改变的话,一切都是徒劳的 那么中国的实体经济问题 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了呢 最近网络上有很多视频 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中国各地的门店倒闭 比如广州的大排档是空无一人的 商铺没人租用 郑州火车案的饭店很多都倒闭了 那共同富裕变成了共同过苦日子 如果不是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 中共是不可能再次大规模放水的 那包括体制内的御用学者也开始放风 说准备过苦日子了 这个呀,我们后面的详细的讲 讲出来呀,都是段子 那咱们先看看中国的顶级企业家 目前所遭遇的困境 在中共国生活呀,都会避讳政治问题 一触及到政治话题,立刻谈虎色变 随即就会有人扯开话题,缓和气氛 那虽然大部分人避讳政治 但是政治却时时刻刻都在关心 在中国生活的每一个人 五年前的,在一次论坛上 马云不经意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当时于敏洪和马云有一次小的辩论 于敏洪说,百年中国经济的兴旺和中国的昌盛 是不是这些公司还会在 于敏洪认为,一百年以后 这些公司可能已经都不在了 那随后他说,但是什么东西能保证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呢?教育 这段话呀,说的有没有错呢? 如果抛开政治来说呀 这段话说的非常正确 那教育呢,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实际上呢,我个人最看好的教育是日本 孩子啊,从小就养成各种好习惯 比如我个人曾经看到过的视频 在过交通灯的时候呢 这个汽车停下来 给等待的小朋友啊 让他先过马路 那在走过马路以后 小朋友会身举义工表示感谢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动作 但是这背后的意义却非常的大 第一,说明孩子懂礼貌 第二个呢,说明这个孩子懂得感恩 那么一个懂得感恩的国家 一定会有很多这个善良的人 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国民素质 那一定是非常高尚的 那道德高尚的人做事情就会非常的认真 直接的反应就是 日本出口到全世界的产品质量 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世界一流的 那再看中国做的商品呢 那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不是中国人能力不行 而是道德不行了 才做不出好产品 这个具体就不展开讲了 所以说于米红说的没错 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 但是他忽略了一个重点的问题 就是中共的存在 中共存在的本身就是不稳定 要不然就不会有维稳这回事了 只有不稳定才需要长期的维持稳定 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没人整天喊口号 喊稳定的 社会的不稳定就会造成各种突发的事件 比如突然整顿教育机构 没有一个独立的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作为约束 政府就可以随意的制定政策 因为制定政策的人不用负责任 比如雄安新区一带一路 目前都成了烂尾工程 很多国家因此是负债累累 钱都进了政客们的口袋 但整个国家却要承受巨大的损失 那回头我们再来看 余敏红他成为了2021年最惨的企业家 惨到什么程度呢 市值蒸发了2000亿 裁员4万人 这并不是余敏红经营有问题 也不是他的能力不行 而是没有看透中共的体制 他不知道一尊靠拍脑的制定国策 如果能看透中共的体制 他就不会说100年以后 什么新东方还会怎么怎么样了 马云比余敏红看得更透 所以马云接着余敏红的话说 他们这些公司10年内可能在 100年内肯定不在 但是余敏红说的教育会在 新东方还在 犯了两个逻辑错误 第一个逻辑错误是 10年以内我们未必在 第二个教育在 新东方未必在 教育不等于新东方 通过两个人对话 我们可以看到 余敏红是过于理想化 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认识不足 而马云就更清楚 但是更清楚也没用 由于他过去的贪饮 已经将自己跟中共彻底绑定了 从今年10月末传出马云到了香港 随后又出现在欧洲以后 到目前为止 再也没有相关的消息 那即使马云拥有再多的钱 又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自由 拥有多少财富 那都不会快乐呀 那一个人如果失去了生命 就算拥有全世界都没有意义 所以啊 人呢 往往就容易迷失在现实中 看不透这一点 炒过股票的人都知道 会买的是徒弟 会卖的才是师父 现在马云 余敏红这类顶级商人 都只是徒弟罢了 而潘石屹才更技高一筹 放弃了一些国内的资产 换得自由身 边打边退 落袋为安 那从目前的层面来看呢 潘石屹比马云和余敏红笑得更灿烂 那将来再会发生什么呢 就不知道了 中国在经历了几十年 不计代价 不计成本的发展以后 已经累积了太多的危机 欠下了太多的债务 那欠了就得还 四月静好的日子 将一去不复返了 号称习近平国师的 中共御用经济学者 李道奎发出警示 中国准备过苦日子 他在第十四届金麒林论坛指出 未来几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 要做出更加艰苦困难的思想准备 那李道奎有三个核心观点 第一就是地方债 那这次房企出事 债务违约达五万亿人民币 但地方债却高达五十万亿人民币 是房企的十倍 那地方债才是核心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产业链的转移 这次疫情又让移出去的生产线 又返回中国 当然是一部分了 但供应链移出可能是长期的趋势 三是碳衰退 那欧美加速碳综合 净零排放 中国手段太猛太急 可能造成更大的伤害 那李道奎在示警的同时 也没忘记给他的主子歌功颂德 说总书记在历次重要讲话里 包括十九大的报告里都讲过 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 这里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有点学问的经济学家 给一个只会说敲锣打鼓的小学生背书 这个场面是不是很滑稽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要复兴啥呢 日子本来还过得去 现在据说要伟大复兴了 那就复兴吧 但是这复兴 怎么还得先过苦日子呢 有没有一种欲练神功 必先自功的感觉呢 实际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 中共退出历史的舞台 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人的身上 附着一个吸血鬼 不但不创造任何实际的价值 中国人还要对他感恩戴德 被他敲鼓吸髓 造成中国人苦难的就是这个东西 没有中共这个吸血鬼了 凭着中国人的勤劳和智慧 一定能实现美好的生活 那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搞复兴 这不脑子有病吗 那小医生自己脑残就算了 还要把中国人都整成脑残 经过了这几年拍脑的政策以后啊 现在发现玩不下去了 又开始胡温的老路 央行大规模放水 那过去的教训呢 完全没有吸取 由于小医生在文革期间没读书 那脑子里呢 只有文革那套东西 给老百姓画个大饼 让他们永远吃不饱 饭都吃不饱 就更没有时间想别的需求了 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共同富裕 就是小医生给画的大饼 这些御用学者呢 和还有这个专家呀 就对着这个小医生画的大饼 开始描边 描描描 想把这个大饼呢 画的让人更有食欲 结果却越描越黑 那稍加思考就明白 中国人日子过得不好的根源 就是中共的倒行逆施 好 感谢你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